汐止偏僻山區小溪 金劍一女一童趴在水中 水深僅60公分卻溺斃 沉濕相距几十公尺 母子離家搭车出游 卻是命丧山區 家屬怒追杀人嫌犯 关键人物卻是闺蜜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汐止母子双尸命案 下午三点半左右 一群年轻人来到汐止水源路的 康厚坑溪要烤肉玩水 没有想到就在溪边 发现了一具男童的遗体 趴在溪里还穿着袜子 并不像是溪水溺水的意外 报警后警方又在上游 30公尺的地方 发现一具女性服务师 女子的包包 手机 或者是证件怎么都不见了 而且溪水只有60公分 要造成母子都溺斃 似乎也不太可能 我们刚好在这个 翻动尸体的时候 忽然间是潜盆大雨 那我那天跟所有的 报告检察官 大家都是拎了落汤机 同时钢子的一个碳道设备 也忽然间爆炸 当火车在离开时 妈妈手上还有包包和手机 但在气势现场却没有发现 于是专业小组开始过滤 可疑关系人 这是把你们左边牵一点 左边 消防队员拉起绳索 从一层楼深的古井当中 试图打捞证物 这包 这包 这包应该是包包 这个包包 这是的 跑包 跑 妈妈的 нар庭 你要蒸击 大一点 �aloz 都在家 晴鸥 一直给 金鸥都在那 这就是小组 那个 建忍e ad 建 physics 建v 前面 电子 先开 水 我觉得 他 欸欸欸 好喔喔喔 好了好了好了 好喔喔 不要那麼激動 不要那麼激動 我小孩都被滅口 你說不要激動 不要激動 我當初要做的時候 我真正第一個問題 就是考慮到我小孩 對對對 但是真的啦 人在江湖 光網水層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能夠真的幫助你 做好環境跟物品的行銷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繩霧化器 來噴這個水繩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呢 水繩隨手噴這個部分 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GO